我来吧 OK 想对秦伙乐说的话 其实三年过去了 又跟他见面了 我长大了 你呢 我觉得秦伙乐他是很幸运的 非常非常幸运 首先从一开始 刘洋 他没有好好念书 只因为自己喜欢看这个侦探小说 就自己依然居然的跑回来了 他没有担上什么责任 回来之后呢 因为家庭也比较优渥 他呢就 也好 因为刚刚有一句话出读到了我 有人在底下评论说 活乐破案的时候 会不会害怕自己弄错 我觉得秦伙乐不会 他太过 他很自信 他很 他很 很花花公子 他很文事不公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到后面他会有成长 他也会受到挫折 但是在 在之前呢 其实 在此之前 我觉得他都是非常顺利 他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 他也没有遇到过什么 自己该需要承担的责任 但我觉得再次见面的时候 很开心还能够看到你作为少年的勇气 但是我觉得少年之后 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大人 希望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 也可以不断地去探索你自己的人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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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